由于社会治安在不断的恶化 墨西哥人为了保证自身安全 想尽了办法 各种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器 成为了上家眼中的新商机 墨西哥毒品和暴力犯罪盛行 根据不完全统计数字显示 墨西哥绑架案数量 在过去的五年中翻了两番 面对这样的治安情况 人们开始求助于高科技 在车内安装 或者身上携带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器 以求在遇到险情的时候 无论身处何处 都能让家人和警方 快速追踪到自己的位置 克里斯蒂安向我们展示了 公司的两种主力 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器产品 这样一个小盒子的市场 售价约为3000笔锁 约合1500元人民币 而后续每个月的服务费 约为350到500笔锁不等 约合180到250元人民币 克里斯蒂安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定位装置 主要客户是货运公司和私营业主 好的时候 每月销售量能够达到200台以上 所有的用户都可以登陆 他们公司的监控平台 对装有定位器的车辆和人员 进行监控 精确度能达到5米以内 一旦出现问题 可以马上定位追踪 另外一些公司 甚至还推出了专用的 手机应用程序 配合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器 可以在紧急情况下 快速发出求救信息 和受害者所在的位置坐标 同时这种定位器 还衍生出了许多新用程度 比如专门针对小孩 老人 还有宠物 进行设计的定位器 近几年来 墨西哥人热衷购买 各式各样的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器 以求保证自身安全 根据业内人士估算 墨西哥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器的销售量 正以每年20%到25%的速度增长